火爆發生火警 警銷道場仔細檢查 沒看到起火點 但地上怎麼厚厚一層白色粉末 一旁滅火器被噴的金光 住戶大門玻璃還被敲破 現場一團亂 到底發生什麼事 119當時出動兩輛消防車 到場後發現沒人受傷 又把空的單架運回車上 烏龍報案就在新北市土城移出社區 男女吵架 滅火器變成武器 一名41歲的陸姓女子 22號中午想拿藥給前男友 雙方卻因為小事起口角 呼吸男子看前女友想硬闖進屋內 趕快把大門關起來 沒想到對方竟然失控拿起滅火器 砸破外門玻璃 再拉開安全叉燒 四處亂噴 女子亂噴滅火器 當時造成肝粉四散 有住戶看到以為發生火警 趕快報案 不過警校到場之後 沒有看到火焰 詢問之下才知道是 男女感情糾紛 結束這場續經 警方調查這對情侶黨 已經分手一段時間 育有一名小孩 平常還是有聯繫 年初曾發生肢體衝突 雙方互告傷害 也都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女生已經拿到 男生還在等待法院合法當中 這回住家遭前女友破壞 呼吸男子為了小孩著想 不願提告 但警方仍意規定 通報附幼家暴案件 避免兩人之後又因為紛爭 發生衝突 TVBS的亮男簡宇奇 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打開啟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